薛瑞看出于书神色有意 便问他 怎么了 于书静不住苦笑 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之前估算湘王的八字祸时 是根据湘王命格显贵 和他近日处病为迹象 他从六十负八字里挑选出几个湘盒的 再做运算 谁知道湘王病样只是借口 那他之前辛辛苦苦算出的结果 就要全部被推翻 他的祸时法则 机事是负数运算 而在负数运算上 一个很小的失误 就能造成结果的巨大偏差 那他根据错误的数据 计算出湘王 有可能失误的那几个时间段 全部能成立 他今日见到湘王 本是准备询问一番 好确认那几个时间段中 哪一个是准确的 从而判断湘王是在何处丢的东西 现在全泡汤了 明日就要交卷了 还有一天不到的时间 见了湘王 即便侥幸得了确实的八字 回去后一样要再做周密的运算 才能推算出失误的时间 然而只知道时间 不知道地点 还是要再见到湘王一面 唐他三更半夜的算出了时间 又到哪里去面见湘王 若再有一天也罢 顶多他厚颜的 要求薛瑞明日再来一次 关键明日就是期限 全部考生明天都要重回太成寺地卷 这是大研考 再有不公 也是正经的考试 薛瑞安排他见这一面已是不易 只是他错过了时机 一天 只差这么一天 什么蠢事 薛瑞不解地追问 虞书摇了摇头 抬手抹了一把脸 低叹了一声道 唉 今年大研 我或许要空手而归了 我算错了一桩 即便见了王爷 也于事无补 一里一科 他普普通通 仅够应付 星象一科 他为了构陷 季星玄没有去参考 他把所有的赌注 全压在了奇数一科上面 为博一个一尸的头衔 到头来 却马尸前提 坑了自己 虞书脑中 忽然浮现起那天 在陪人馆 文绍安的一句 竹篮打水 一场空 莫非 就是说他现在 薛瑞不知道 虞书因何烦恼 但听到这一句话 竟有些心灰意懒的味道 全然不似刚才的 信心十足的样子 他按皱着眉头 想说细问 想说劝导 但话的嘴边 心思一转 却成了一句感言 未成功时 先言败 这不像你 他语气不带一丝的嘲讽 也无轻视 可虞书却从他的话里 听出了一丝的失望 那要你说 如何才像是我 抬起头 他问道 不到黄河 不死心 不见棺材 不落泪 薛瑞两眼看他 疏朗的眉目间 留有淡淡的笑意 虞书的心有所动 顷刻沉默道 现在就死心掉泪 倒不至于 无计可施 倒是真的 那就想办法 还有时间 不是明日才交卷子吗 你若没想好 见到王爷 要说什么问什么 我们等一下 就停在定波馆门口 等你想好了 再入内拜见 就怕我这一会半会儿的 想不出别的办法 先别急着灰心 薛瑞将他手里 凉掉的茶水拿掉 又换了一杯热的塞给他 好好想想 你肯定有办法 虞书看着语调 独定的薛瑞 不知他这是 打哪儿来的自信 但经到他这么几句话 刚才浮躁的心事 平复了下来 端着热杯子 勿手 脑子又正常地 转起弯了 除了获使法则 这一提 他根本就无从下手 难道 要用六瑶 给湘王补挂 得了 那还不如他 瞎懵得准呢 真的是 如果他一开始 就多些谨慎 没有因王府的 托词和传言 就忘断湘王病体 现在就不至于 这么被动 把自己逼到了 这个份上 薛瑞看他又有了精神 放下了心 不再劝道 由着他去胡思乱想 越是想要时间慢些 时间就跑得越快 马车来到了 定拨管门前的街上 余书依旧是一筹莫展 薛瑞也不催促他 就让车夫停在了路边上 他不知道从哪翻出了一本书 掀了半角的窗子 借光翻看 打发时间 大约等了有一炷香的功夫 就听余书出声 我们走吧 想出来了 没有 现在王爷在说 比起坐在这儿 干动脑子不动事 或许亲自见面 问一问情况 我就能灵机一动呢 哈哈 好 于是两人下了车 走了几步 就到了定拨管的门前 薛瑞让门房的下人 进去通病了 不需要排队 也没有地铁子 不一会儿 就有管事的踩着雪跑出来 满面笑容的行了个礼 大公子 王爷请入内等候 引路 薛瑞聊了跑脚 迈过门槛 对这名管事 没见什么客套 于书可没有他这么自在 就对这管事点了点头 是 这么容易就给见 为时让薛瑞心生了感慨 想他见那乡王府的老管家一面 前后就花了四百两银子的票钱 等了三天 现在要见乡王 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难怪冯兆苗非要他去找薛瑞帮忙 人家这才叫关系户 这定波馆 于书曾经跟着薛瑞来过一次 他到现在还记得 那天薛大少 同七皇子争执 已久赌局 不欢而散的场面 经过一场大雪 这园子 同他上次来时大不一样 没了四季的春绿 披上了银桩 倒显得淡雅 另有一番观赏的趣味 那管事的在前头带路 并不闷头走 还扭过头 同薛瑞搭话 大公子来得巧了 郡主也在 就早来宁一会儿 正坐在碾乡厅 等着王爷起诉呢 薛瑞的脚步一顿 郡主也在 是啊 刚才来人通报 郡主一听说宁来了 很是高兴 催着小的 快带着宁去碾乡厅 说话呢 虞书在一旁听得好奇 郡主 是湘王府的郡主吗 薛瑞仿佛知他疑惑 侧头对他说 西文郡主 是王爷之女 乃我姑母所生 是世子 义母同胞的妹妹 哦 薛瑞又问那领路的管事 郡主一个人在 还是带了别人来 哦 是带了一位小姐同行 薛瑞和虞书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清楚 这想必是同他们一样 走后门来了 说话间 过去一道稍长的花镜 就见一间三间并立的厅堂 坐在游廊之间 路前的积雪扫镜 门上的红帘放开 上挂着一块银额扁 做碾香二字 门前的屋檐下 规规矩矩的立着两个厅室的婢女 穿着粉绸外套皮袄 模样乖净 不急他们走到厅门前 就先行礼问候 然后一个卷帘子 一个抬起了帘脚 一面向里面通报 一面请他们入内 郡主 大公子来了 游叔跟在薛瑞的身后进去 错了半个身子 定睛往里边瞧 茶座前两名女子 款款地起身 正笑脸地迎上来的 那个俊俏的少女 她瞧着 竟觉着眼熟 未曾细看 就被她身后那个 面带着青纱的 引去了全部的目光 这倒是什么缘分 两次来定播馆 她都能遇上她 瑞哥 好一阵子不见了 你最近可好 西文郡主 笑盈盈地站在了薛瑞面前 颈子上一圈粉红的 狐狸围薄 将她的颜色 称得是娇嫩时分 明眸齿白 笑一笑天真烂卖 无稽无垢 啊 在家歇了几日 薛夫人发病之事 薛瑞没有打算同人提起 她也看见厅内的季星悬 目光一闪 正呆问 西文已经扭头介绍 瑞哥 这位是四天间 季佑叛家的千金 季家的四小姐 同我及时要好 清玄 这是我 郡主 我见过薛大人 季星玄柔深地 打断了西文的介绍 走上前 先对着薛瑞一拜 而后 对面露困惑的西文解释道 此前薛大人在太史书院办案 曾经有过几面 文言 虞书星道是有趣 季星玄和薛瑞当然是认识的 不过 可不是因为长案认识的 而是那桩坑爹的婚事 早就在易阳见过面 当时 他也有幸在场 作为当事人之一 然而 不等他多琢磨 季星玄又一转头 对着他见了个礼 口称道 联防姑娘好 虞书感觉纳闷 这季星玄吃错药了 又不是不认识他 叫他那个假名字做什么 西文听到这一声 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薛瑞身后的人身上 但见是个奇貌不扬的少年郎 却听到季星玄称他为姑娘 不由的一触眉头 转头去问薛瑞 这位是 朋友 薛瑞简略地一打 扫了一眼 季星玄 是同余叔一样的纳闷 为何他有那么称呼 啊 刚才下人进来通报 西文知道 薛瑞也带了一个人来见他的父皇 还同季星玄猜测 是因为考试之事 不想他竟然带了个女子前来 连房姑娘 连房 这名字听起来二叔 等等 他想起来了 西文多看了虞叔两眼 不等薛瑞察觉到什么 门外就有下人传话 郡主 大公子 王爷起了 请你们到东阁说话 知道了 薛文回了一句 转头冲着薛瑞笑道 今天是我先来的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你就往后等一等吧 等我们见过了父王 你再带着这位连房姑娘过去 薛瑞想了想 看虞叔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就道 也好 你先去 于是西文就带着季星玄先走一步 薛瑞和虞叔在厅里坐下 喝着热茶 没有多交谈 也没有提起季星玄什么事 是知道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西文郡主带着季星玄出了花厅 走在了去东阁的路上 西文突然扭头询问 连房姑娘 就是前个月 世子哥哥在订播馆摆局赌役 我瑞表哥带去的那位女医科吗 季星玄点了点头道 也是赌酒赢了我的那一位 西文轻笑道 啊 那倒是有几分本事 季星玄没再说什么 两个人到了东阁 因有西文的陪同 少了一层的通病 直接进到了楼中 湘王刚醒 侧卧竹帘后 不见尊荣 西文陪着季星玄坐在椅子上 隔着帘子 同他的父王撒了几句胶 便转到了正事上 之前他就带着季星玄来过一次 不必再做介绍 历来一回 季星玄问到了他想知道的事 这便静身道词 西文却突然站起来 跑到了竹帘后 季星玄就站在那里 静听他们妇女的对话 父王 海尔求您一件事 父王打了个哈去 哦 说吧 又想要什么 锐哥等一下带人过来 也是为了今年的大眼考 您不要正经地答他 糊弄他几句 西文跪在榻前 给湘王垂着腿出了掰点子 哈哈哈哈 薛瑞又是怎么惹着你了 整天的听你说他 这好那好 现在背地里来给他使绊子 我才没给他下半子呢 又不是他要考试 父王 您答应吗 答应吗 西文摇着湘王的腿 小女儿太碧露 湘王静不住他马铲 挥了挥手道 迟到了 且去玩吧 哈哈 父王最好了 那西文走了 明日再来看您 未急 西文笑咪咪的 就从帘子后头绕了出来 冲着季心悬招了一下手 两人出去走了不多远 季心悬问道 郡主 你这样岂不是 岂不是什么 西文打断了他的话 扭头冲他眨了眨眼睛 调皮道 上次他不是赌酒赢了你吗 这次 我让他连赢的机会都没有 岂不好吗 季心悬看着西文 鹅堂泛红的面下 静静的一笑 不多言语 西文郡主 派了下人 到碾香厅去通报一声 没有在薛瑞面前露面 就带着季心悬走了 在去东阁面见湘王的路上 薛瑞对虞书道 王爷为人和善 你说话不必太拘谨 有我在 想问什么 就问得大大方方的 不必担心冒犯 果真说错了话 我会帮你打圆场的 即将面见一朝王爷 这等尊贵的人物 虞书并不怎么紧张 有薛瑞在场是一部分原因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他在路上 就把该担心的都担心完了 现在他是抱着一种 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念头 没什么好惧怕的 东阁就在眼前 怂有三层 外不见别 有样貌恬静的婢女 先在门前传了一声 等里头事后的应了 才请他们入内 虞书已静到这阁楼里 浑身便是意暖 先嗅到了悠悠的檀香 而后也迷 但见楼内三面 设立着精致的影瓶 一重望月飞仙 一重仙鹤败寿 一重八仙过海 一只三足大香炉 蹲在中央 鸟鸟雾雾雾 厚重的匠筹帘子 一道隔着一道 入了二门 才见到一对童子 梳着济仙 唇红齿白 手腕浮沉 分别站在 一横青色的竹帘下 让他有种错觉 这近来拜的不是王爷 而是哪家的仙客 薛瑞写有 拜见王爷 薛瑞躬身行礼 虞书跟在他的身后头 把腰弯了个九十度 偷偷地抬眼 挑着帘子后的人影 奈何遮得太严 什么都看不到 小明虞书拜见乡王爷 王爷万福惊安 王爷万福惊安